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最新统计 去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旅客下降了6% 是有290万人次 是15年来第一次发生这样的状况 而分析原因与川普的反移民 还有最近的中美贸易战有关 而时机到最续指标性的时报广场走一圈发现 真的看不太到过去常常会有的大批路客 应该会有一些 有很多商业性的人肯定来的少了 事实上以旅游的人数来讲 大陆不是排第一 是落后在加拿大等国排名第五 但是要消费能力来说却特别强 是占整体美国旅游收入的11% 根据统计从2008年到2016年 中国大陆的旅客在美国花了将近190亿美金 2017年下降了1% 那就是1亿美元之多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观光大城 像是旧金山有些餐厅提供中文的菜单 另外也可以用支付宝来结账 所以对于美国的旅游业者来说 如果路客开始大幅下降会是一个打击 这个旅客人数下滑的统计数字是在去年 是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全面开打 现在贸易战还加上科技战 这个人数会被大幅的下滑 更加大幅的失血 这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指标 记者官方华林茨慧纽约的采访报道